徐老师好 然后小萨老师好 你好 我是来自北京市三藩中学 初一年级的一名初中学生 叫韩雅轩 刚才徐老师说了 他对诗词还有古籍这方面 也有一些的研究 也有很大的研究 其实我对诗词 还有这种传统文化 也是很感兴趣的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个小伙子 初一年级 但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还在上小学 是去年来参加我们 挑战不可能 当时我们有一个项目 就是接龙飞花令 当时你是坚持到了多少轮 我忘了 一百一十二轮好像是 一百一十二轮 你有算过你大概到现在 诗词的储备量有多少吗 我现在的这个诗词 差不多是背了一千多首 然后在这儿呢 我也想问徐老师一个问题 大家都说诗词和文言文的记忆 是很重要的 在我们初中学习文言文的时候呢 大多数也会要求同学们 熟读并背诵全文 请问徐老师 您在学习这些古文的时候 是要背诵吗 还是要熟读 这位同学说到了 我心里最痛的地方 在我离开我的乡村的老家 到我上大学的南京大学中文系 在这之前我连唐诗三百首也没有见过 就是在那样一个缺书的年代成长的 那么是到了上大学以后 我才开始接触到古典文学 那个时候我读到的第一本古代的诗歌的选本 是我们学校中文系的一位老先生 陈千帆教授编的《古诗精选》 《古诗精选》上下脸册 还不是正式的出版物 还是一个学校里面印的那样的一个 一样一个教材 所以就是我特别羡慕你 这个从小有这么好的传统文化的 这样一个氛围和一个教育 我的一些诗词就是积累了 然后呢过了几年 我可能有一些比较深的体会 比如呢有一句诗叫 生年不满百 长怀千岁忧 这个诗呢就是讲了一个人年纪轻轻 但是呢忧愁却很大 然后呢其实我刚接触她是在六年级的时候 当时呢课业也轻 我就没把它当回事 但是呢我感觉到初中以后 我真的就是有那么一种 生年不满百 长怀千岁忧的感觉 这孩子 怎么说呢 其实是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 古人都遇到过 所以当你每每遇到问题 或者有对一些事情有感触的时候 你的脑子里就会掉出来 当年苏东坡遇到这个问题是 怎么表述的 怎么想的 路由又是怎么想的 这就是我们直接读书 能够超越我们自己的生活经历 超越时空跟先贤 跟古人对话 能够体会他们 更能够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 这就是读书的作用 从今年年初开始 自从我阅读了中华书局出版的 是王立先生的著作叫 《诗词格律》以后 我也有尝试写诗 这是你写的 对 老师 老师 你给建成一下 今年创作的一首诗 主要就是说 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当时有那个火烧云 就是那个晚霞 我就觉得特别的壮观 云菜也是特别的壮伪 然后我就写了这首诗 如何 韩同学写得应该说很好 非常符合诗歌的规定动作 叫格律 但是要叫我说有意见 我想给你提的就是 其实诗歌还是要写真情实感 要写我们的所见所闻 那么按道理 我们应该从这首诗看到 你所写的我们的北京 可是这首诗来说 我们看不出来 在北京也可以 在西安也可以 到了广州也可以 那说明我们古诗 一方面是要大量地用点 用前人的意向 来组成我们的 更丰富的内涵 但是我觉得 在你写诗的过程当中 还要更多地去关切 我们眼前的东西 包括杜甫写的那个叫 白地城中云出门 白地城外雨翻盆 那个其实就是 虽然没有居于格律 但是它也是 体现出来的杜甫 这个关系苍生的这个情感 您的这点 我还是很同意的 谢谢老师 有误性能力 还是真好